Yo 我是老薇 今天要來開箱這款獸屋的天使雞娘 因為其實我已經很久很久沒有開獸屋的雞娘 因為我覺得獸屋的雞娘就是 雖然是做起來真的是很漂亮啦 但是我覺得盒子一直都不怎麼樣 但是這一次就是我覺得完完全全 獸屋已經直接就把它做成這種 這種動畫版的這種感覺啦 我就覺得說哇 這樣如果以後的獸屋都是這種封面的話 我覺得除了就是記憶體很棒以外 我覺得這個外盒真的是很值得收藏 因為我覺得這次天使雞娘真的是做得超棒的 尤其是我原本還沒有就是 那麼注意到這一款的時候 我在網路上看到一款 就是它可能殺了不知道幾隻雞娘的翅膀 然後把它組成這種 這種大天使的樣子 我可能就哇超漂亮的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說啊我有收到的話 因為這種都是日本神人先去做的嘛 然後等台灣收到以後想說 啊一定要來趕快開箱一下 結果沒想到開箱的時候發現 哇原來它的外盒也做得非常漂亮 這次可以看到說就是它這邊是做直立式的 那我是覺得說那個獸屋做雞娘真的是沒話說 真的是很厲害啊 然後可以看到說盒子這邊其實我覺得 都算是蠻精緻的這種感覺 那我覺得裡面宿主其實獸屋最厲害就是它 就是雞娘宿主都可以非常漂亮 趕快來開盒一下吧 首先就是看到翅膀的部分啊 翅膀的部分哇真的是你可以看到說 它這種漸層啊真的是我覺得比那個天使 就是那個飛翼零屍那個翅膀 我覺得漸層真的是做得太漂亮 我覺得這個翅膀啊真的是 哇很花功夫耶 我覺得光這個翅膀啊就真的很值得這個技術力 而且我覺得這一款其實沒有賣的非常貴 沒有像一些就是之前的什麼侏羅啊賣的很貴 對這隻好像1600塊錢左右吧 所以其實1600塊錢我覺得光那個翅膀 難怪它要殺那個翅膀 那板件部分的話啊 因為我覺得它顏色比較偏是那種 比較亮的那種白色 所以整隻做起來以後就是我覺得 如果燈光打的不對的話其實會變得很慘白的樣子 那基本上都是白色的板件啊 然後一些就是皮膚色的部分 那裡面的古銅色啊也是其實也是就是它一些 就是武器啊一些盔甲的部分 我覺得這種這種古銅色的配色也是非常非常好看 然後你可以看到說哇這個 這種這種群秤這個地方啊 它連這種小點點 哇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辦法拍得出來 就是真的是我覺得這隻真的算是做得非常精緻 不知道是不是應該是一隻難求 應該是應該有漲價 這隻真的是我覺得做得還蠻好的一隻 好裡面最後有附上一個小支架啦 然後還有一些手部啊 然後這是內褲跟屁股的部分吧 好然後一點點的特效件 然後三張臉 四張臉 可以看一下獸屋的臉真的是算是做得非常好 好還有裡面還有什麼東西呢 好就是一張就是一本非常精緻的說明書啦 我覺得這說明書真的算是做得很精緻 好可以看一下 組裝部分的話 我覺得基本上都是跟一般的雞娘組裝的感覺是一樣的 但是我覺得這次光造型啊 真的是很值得擁有啊 所以這一款我覺得 如果好像明年四五月會再到貨吧 你到時候可以再追一下 我們就下期再見囉 掰掰 掰掰 戀球 絲綸 劉